哇,你看我的 super easy chicken rice is ready 你看美不美,很香叻 我是 Miss Hippo 哈喽,大家好,我是 Miss Hippo 今天我的 cooking recipe is back and then,今天我要做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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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 easy 的 chicken rice 你们有没有想念我的一锅的 recipe 呢? 今天也是一样哦 我做的是一个非常 simple 的 因为我知道每个人他做工 然后回来很险了,很懒惰了 所以我就是做这个很容易的鸡饭 ok?我现在要给你们看那个 ingredients ok,很容易的啊,就是两个鸡腿 起骨的鸡腿,ok? 还有一把 spring onion 然后呢,就是米 ok,这个米哈,是一个小碗 ok,大概呢,是两个人吃,应该有两个鸡腿嘛 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姜 还有这个 chicken powder 然后呢,如果你加油,就这个是 chicken rice chili 这个 spring onion 哦,你看下面这边有骨骨也也淘汰嘛 你等下用那个大鸡腿 让他等下哦,放在那个饭跟鸡肉那边哦 他的味道就会出来 ok,就这样 这样啦,这样 给他那个味道就出来啊 ok,你看他拍到像这样 他的味道就会出来 然后你就把它切成一半 这样一半 这样就可以了了 ok,这个切成一半 你们一定会怀疑说,你怎么吃呢 这样搭,这样搭条对吗 这个是for那个flagrant进去的 然后他就会有一点那个葱的味道嘛 因为这个recipe是一个很simple的 没有marination的 marination yeah,没有marination的 就是说哦,我的鸡肉没有 我没有去擦盐,也没有擦胡椒粉,什么都没有了 等一下哦,你放在那个米上面 然后一起煮 等一下哦,他的这个油 他的这个油自动就留在那个饭里面了 然后就变成有那个鸡的味道咯 常常啊,我是用这个来煮的 你们如果有看我的Instagram,你们懂 我每次都是用这个平底锅 来煮我的炒饭啊,煮饭啊 全部用这个煮的 but,因为这个找不到它的盖 所以呢,我就用这个咯 一样的啦 然后啊,这个米刚才我说的 那个一小碗咯 一杯米,一杯水 两杯米,两杯水 就是这样,很简单的 ok,so ok啊,你看啦 我就是一小碗的米 就放一小碗的水,对吗 常常啊,我在家哦,我煮这个鸡饭哦 如果我的家没有这个鸡饭 我就没有放的咯 然后,如果有鸡饭 我就放一茶匙,小小茶匙的鸡饭 下去了,一点点就好了了 然后,如果你有放这个鸡饭 它会更加有那个鸡饭的味道 如果你没有放哦,它没有酱鸡饭的味道 也是可以吃的 所以今天哦,这样我就放,我不要放太多了 我就放半个茶匙就好 然后,你就下去这样,嚼嚼一下哦 ok,你看这个鸡肉哦,我没有materate的咧 所以你就直接哦,这样把它放在上面 这样,放在上面 然后呢 重点来了,这个 Spring onion,葱就放在上面 就这样,放在上面 你不要放这样多也可以啦 你要香一点,你就放多一点咯 我喜欢它,等一下它的味道出来很香嘛 然后,等下你就开火 就可以煮了咯 一样,差不多12分钟 up and down 你看你的火咯 ok,你把它盖好了哈 everything放在里面了,对吗 开火就可以煮了咯 As usual,我们就先大火先 等它滚的时候,我们就转成中火 中小火啦 然后给它慢慢煮 然后等下它的饭一熟 那个鸡肉也跟着熟 然后它就好了咯 进饭就好了 Easy and simple,对不对 而且咯 我们这样在家里这样煮咯 又不会很油 有些followers 他们 private message 我说 Can't wait to see my recipe 的 video 因为你很久没有做了 很久没有做了 因为我最近也很少煮啦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人在家 这个最容易的 就是你跟你的老公 两个人煮这样 很simple,你看 棉叉 不会油咧 不用炒,不用什么 不用弄到 整件油油啊 不用的 这个你看这样煮而已 等一下出来香噴噴 简头夹 很简单的 这个鸡饭是最最最简单的 你们应该要try啊 你看啊,这个玻璃盖 你就可以看里面大概大概啦 因为有时候你做不到那个时间嘛 你看这个它干了 它的那个饭干了 你就啊嘎嘎嘎嘎嘎 如果你怕哦 你就开起来哦 你用那个这个哦 给它看一下 再盖回去咯 因为这种东西啊 我们不可以比例的 因为我是不同的嘛 你们开的火的大小 你看它的味道出来了 那个汤哦 我放很多那个汤哦 它汤的味道出来 很香很香 我跟你讲,我煮的这个鸡饭哦 它是淡淡的鸡饭香味 它不是那种很浓的鸡饭香味 所以这个是 home cooked chicken rice 我待着鸡饭准备了 我们先做一个那个酱 你看啊 这个是那个牛哦 这个牛哦 我买这个是好像有 i think它是炒过的 然后它有一点season在里面的 ok这样啊 你看啊 这个 要一点油跟一点这个酱 其实哦 这样放在那个鸡饭就很好吃了 我们可以放一点酒精 就放一点点的酒精 一点点就好啊 ok 一点点的酒精 然后啊 我跟你讲这个是选择的啦 因为有的人不喜欢吃麻油的 既然它家有麻油 我就跟你讲 就加一点麻油会更香 一点点就好不要太多哈 一点点啊 嗯 一点点就好了 就是说一个 增加一个味道而已啦 来你就这样 嚼嚼一下咯 啊 这个是鸡走的啦 我们extra做的就是 actually 那个酱已经就够了了 等一下哦 那个鸡饭好了 我把那个鸡肉你要切 还是要你剪到剪都可以 然后你放饭 你放这个一点 在上那个鸡肉上面 that's it is very nice ok 大概是12分钟了啊 所以哦 我跟你讲哦 如果超过不要紧 有一点点那个锅巴也是好吃的 我喜欢 哇 ok 现在我们check一下 double check一下 看有没有熟哦 你看 哦 ok 可以 它放熟了 鸡肉呢 应该是熟了呗 你们怕啦 怕鸡肉说会不会熟啊 很容易的 拿一个筷子 你就要剁进去 它可以过就是熟了 而且它没有血水嘛 好 so it's ready 我就摆盘给你们看啦 ok ok 我们拿起来先把那个 葱拿出来 这个葱也是可以吃的咧 你可以把它剪成小小小个哦 拿来吃也是可以不要浪费 或者是如果你们有煮汤 可以拿来放在汤里面 然后那个鸡肉 你这个要拿起来 ok 你看啊 就这样弄 而且你看啊 刚才我忘记关那个火 它有一点那个 锅巴 把它 我喜欢吃锅巴的 我又是在家啊 故意放久一点 还没有锅巴 哇这个你看它的锅巴 其实水哦 ok 我就摆盘先啊 ok 我用剪刀剪啊 我剪那个鸡肉 你就这样咯 很容易你看 就这样剪咯 这样 不用这样麻烦 还要拿那个 那个chopping bomb哦 但切到它油油 还要洗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姜哦 把它放在这样上面 这样 spingle在上面 这个鸡饭的味道是很 很猫这样的 没有什么味道 by no 你放这个 姜都下去哦 哇 it's best 如果你的鸡鸭刚好 有鸡肉鸡的 鸡力更好 你就等下倒下去 就可以吃了咯 这样就一餐了 simple吗 easy吗 你就倒一点茄子 如果你要倒油 你喜欢你就 sizzling在这边 就会更美了 对不对 ok so today my recipe super simple chicken rice is ready 我要叫它们try ok 然后跟你们讲好不好吃 哈哈哈 sumissipo 哇 你看我的 super easy chicken rice is ready 你看美不美 现在我要try了哈 我跟你讲哦 有那个ginger啊 就很好吃了了 你不需要放盐 去manerate 会更咸的 你这样哦 很好吃 很simple 它的饭哦 是很淡很淡这样哦 你加的那个ginger啊 哇 没有大鸡啊 可以跟他们的 stressant比 哈哈哈 你懂这样煮哦 那个鸡肉 跟那个饭这样一起煮哦 它鸡肉很tender的咧 很juicy 跟tender 它不会over cook嘛 因为它跟饭一起煮嘛 所以你看它鸡肉真的很好吃的 所以你们 better go and try it and then let me know ok leave in the comments box below or you can send me you cook the 鸡饭给我看 ok ok 今天的 simple鸡饭 就做完了 所以呢 我会去 try 找更多 很 simple 很 simple的 recipe 给你们 ok do subscribe to my youtube channel and my follow my instagram and tiktok thank you everyone for watching bye